- 距离中超真冠星王山决战,还有不到两天时间,上港和恒大的场外斗法已经升级,恒大开出保底2600万的奖金,上港不甘身弱, 但唱奖金将翻四倍,肯定会突破1000万,人员方面,上港无人停赛,只有与海银商缺席,四位外员都会出征广州,按照上港的安排,球队将提前两天前往广州,俱乐部董事长张敏亲自随队出征,给球队提供更好的保障,上港在积分榜上领先恒大两分,客场与恒大的比赛直接左右冠军的归属, 对于上港来说,只要客场不败,就能占据主动,如果可以赢球,那上港将有望激情一轮夺冠,对于恒大来说,只有赢球一条路,中超交通史上,恒大又是明显,只输给过上港一次,在主场更是从未输给过上港,所以恒大的心理又是明显,恒大为这场比争冠天王山决战开出2600万的保底赢球奖金, 上港方面不甘示弱,据悉,上港这场比赛的赢球奖金将翻四倍,本赛季,上港的常规赢球奖金在300万左右,翻四倍的话肯定超过1000万,考虑到将点比赛奖金本身就高,所以很可能逼近2000万,这也是上港的回应, 其实,如果上港可以和场击败恒大的话,那基本就锁定了本赛季的冠军,最终的都冠奖金,肯定比1000万要高,这也是上港的动力,本场比赛,上港将提前2000出征广州,全队11月1日上午在世界公园训练,下午将前往广州, 这也可以看出上港对这场比赛的重视,人员方面,客观的商势已无大碍,付出问题不大,四名外员埃尔克森,埃哈迈多夫,胡尔克和奥斯卡都会随对出征广州,只有与海经商无法出展,此外,俱乐部总经理张敏将薪资随对出征, 这也是最高级别的动战,一场定胜负的决战,上港和恒大,到底谁可以笑到最后,拭目以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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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